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喲 現在是晚上7點03分 晚上的7點03分 因為呢今天發燒很嚴重 一直沒有出門 然後呢今天早晨外面下起的雨 我告訴我自己 要好好休息一下 真的 莫名 莫名的就生病了 今天呢是7號 也就是周四的7號 一天在家 昨天 送走了 客戶的同時 感覺到自己身體不舒服 在家睡了一天 再往前之前 是陪客戶的第二天 第二天呢 幾乎陪了他們 12個多小時 其中呢下了雨 然後呢我的身體就吃不消了 所以5號和6號 都有在忙 再往前我們覺得看一下4號 4號呢 OK 我們這樣看的話比較複雜 我看一下這個我的Vlog 每天我幹的些什麼 OK 前天呢 陪客人待了一天 12個小時 大前天呢 也是在當下 接客戶 也是陪了幾乎一天 在之前 出門看了一個馬戲團表演 同時呢 嘗試著去看一下火災現場 可是沒有去成 再往前一天 是最誇張的一天 整整一天 在外邊進行的一個公路之旅 大家都知道我去的威斯拉 威斯拉去了之後呢 去了威斯拉北部的小鎮 參觀了Peter的披薩店 同時我們去海邊走了走 山區走了走 那一整天都在外面 然後再往前一天呢 是Downtown 在Downtown 參加了這個國慶節的一些活動 比如說遊行什麼的 再前一天 我在戶外和Peter 在玩這個無人機 再前一天 還是在戶外 再前一天 還是在戶外 大家就會突然間發現呢 我已經連續有七八天都在戶外了 所以 昨天和今天在家裡休息的時候 我感覺到格外的不同 因為我真的感覺 很久很久沒有在家裡 待過一段時間了 所以今天呢 我決定花大部分時間 在家裡跟大家聊一聊 突然間發現 家裡其實 還是有很多很多事情 還沒有做 這是昨天 還池的遊戲碟 今天再不還 依舊要扣掉三天的這個 費用 所以今天 無論如何也得出門把它還掉 所以 今天 做第一件 出門要做的事 連續兩天都在下雨 這天好冷 這沒地方放 先放這 這客戶喝完了水都放我車裡 沒來得及清理 因為昨天一回到家就睡了 沒來得及清理 因為昨天一回到家就睡了 我穿了個短褲 外面又下雨 真的不太想出去 但沒辦法 OK把相機放著 好 剛才把碟還進去之後呢 本想著再 再借個兩張 結果機子有問題 借不出來了 然後我之前預定的三張碟 全部取消了 所以我現在準備去另外一家書店 再借幾張碟 沒有遊戲的日子是活不了 Let's go 這個東西留到這兒會不會被人砸窗呢 白天是不會砸窗的 所以沒關係 還是把相機放這兒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我建了一個超級期待的遊戲 大家猜一個是什麼 DOOM 記得關注我的遊戲頻道 可以看到一些遊戲的直播 對不起是錄播 可以看到這天氣啊 特別特別的陰 也特別特別的冷 所以我出來的時候都得戴個帽子 然後同時再套一個帽子 然後現在呢 是因為家裡沒什麼吃著了 所以再一次來到了 一家超市 但是呢 我比較虛弱 所以我就不帶相機進去了 依舊 一會兒見 突然間接了一個電話 一個代價單 讓我去代價 為什麼要在我發燒感冒快不行的時候 給我來一個單子 但是 同樣的一句話 不接不行啊 不接就是老顧客 第二呢 是不接的話 別人就接了 別人就賺了 這個錢我一定要賺 因為 對我來說 一分錢都是很重要的 Let's go 好 一分朵 沒有哪裡 搭曝 一分震頭 政府 也是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 还有点烧 我新的这个房间的游戏直播相关的东西 Let's go 其实呢在之前啊一开始的时候 搬家的过程中呢 把那个一台显示器弄化了 所以我现在只有两台显示器 对面的这是一台三星的4K显示器 右边的是一台非常久远的 是可以看到是索尼的 索尼的Playstation 3D 就是当时为它的游戏机而制作了一个PS3用的 大概这个样子 我的摄像头呢是罗技的那个C615 是支持1080P的 我在这儿呢弄了三脚架 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绑 比如说之前可以绑在这里 但是它效果是很一般的 然后键盘呢我用回到了这个Steel Series 这样因为感觉呢两个这个USB真的是非常好用 一个接的是webcam 一个接的是麦克风 Blue Yeti 我把它拆下来了 之前呢这个架子还在那边 我之所以把它拆下来呢是因为如果 如果把这个架子放在这里的话 OK 放在这里 这样每次玩游戏的时候啊 这个会挡住手 所以有时候打字的时候 这个就不太方便 所以把它挂起来了 而挂的时候呢 是用一个这个非常廉价的啊 也是一般的这个麦克风支架 挂起来的 也虽然比较丑陋 但是很实用 然后其余的东西呢 我在那边挂了个灯 因为这样的话 因为是如果要直播的话 灯从那边打过来的话 我的脸是亮的 所以很OK 然后这是我的 Overwatch 76的雕塑 旁边呢会放一个PlayStation4的手柄 和一个之前的这个 发光的Xbox One手柄 然后他们所有的机子呢 都连络到这一边 这边的是PlayStation4 这是Xbox One 然后当然了 也有WiiU 但是这个游戏呢 最近很少玩 Yeah 这是一个Xbox One的摄像头 我今天吃了两盘游戏 一盘呢是这个 Star Fox Guard 这是应该是一款新的 WiiU的游戏 另外一盘呢 刚才也给大家展示过了 是这个Zoom Alright 这个游戏 我会在YouTube上 MWS GameLife上面 把这个视频给做出来 Alright 可以看到我的无人机在这里 还有一个390的摄像机 日后呢 会在其他视频中展示一下 这是我的两个iPad 一个iPad Air 2 一个iPad Air 我还至今还留着它 当然了还在充电 这个琴呢几乎就没有怎么用过 因为我住的这个房间呢 是这个没有这个通风的 所以只能放个电扇 是没有空调的 没有空调呀 然后这是我日后做吃吃吃的地方 但是一个红色沙发 OK 有一张贴纸掉了 就放在那里 这就是我的一个游戏直播间 Woo 有人问那你的那个 苹果电脑放哪呢 其实呢这个房东特别好 苹果电脑就放在客厅了 客厅呢摆了一个桌子 但是呢这边房东是有规定的 我不准拍摄他的客厅 除了我的工作室之外呢 其他地方是不能拍的 但是偶尔也会拍一下 这就是我的一个新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我未来要待很久的地方 奋斗一直在持续进行中 然后今天事情确实不是 然后有点发烧 我刚才有一个代价 感觉今天要崩溃了 那我们就明天见 拜拜